有一些妈妈呢 带着小baby到医院去看医生 是因为小baby过敏了 过敏的原因很多 但是我们下面看到的是 对母乳过敏 不是因为吃母奶而过敏 而是有一些妈妈 把自己的母乳拿去 做成母乳肥皂 其实呢帮小baby洗澡 有的时候脸上会起红疹 皮肤会发炎 因为医生提醒说 只要是肥皂 里面都含有皂碱 才能够做成肥皂的 这个是容易刺激 新生而敏感的肌肤 所以妈妈不要认为说 凡是自然的母乳的就好 不建议太小的小baby 使用这个母乳的肥皂 刚出生了婴儿 皮肤催坛可破 妈妈为小宝贝母乳 可以增强抵抗力 但是母乳做成了肥皂 起新生儿的身体 恐怕会越洗越糟糕 小婴儿整张脸红通通 长满了红疹 医生诊断是止漏性皮肤炎 妈妈看了好心疼 才知道是自己做的母乳皂惹的祸 母乳皂它的问题不是母乳 是香皂 是肥皂 因为新生儿的皮肤它比较薄 那角质层它又还没有发育得很完整 那太早接触这些比较刺激的皂碱 是皮肤科的观点是觉得不是很妥当 不少妈妈以为母乳皂比较温和 适合帮宝宝洗脸 但是新生儿肤质偏弱酸 皂碱成分会破坏皮肤酸碱值 肥皂液质表示 手工肥皂除了加入油汗水 还有氢氧化钠等碱性物质 才可以成型 皂碱成分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法 建议如果没有很脏就是清水带过 水温不要太高 那如果 譬如说尿布包起来的地方比较油的话 就是比较有脏污的话 可以用一些比较温和的清洁剂 医生建议 六个月以下的宝宝 一个星期一到两次 用清水洗澡就可以 应该选用无相机 弱酸性的沐浴乳 避免刺激皮肤 母乳皂是妈妈的爱心 但是用错实际 也会对宝宝造成伤害 众力新闻王中翰环玄 台湾到 中 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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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